上集说到,灰太狼夫妇终于回到了青青草原,却发现狼宝已被七大恶狼搞得乌烟瘴气。灰太狼只好设计,将七大恶狼赶跑。 黑大帅把电话打到了青青草原,喜羊羊他们因此得知了潇洒哥与淡淡的情况,决定重新回到弟弟世界。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鼓鼓快接大作战第42集 这个办法行吗? 村长说了,只要我们从地面钻个洞,就可以进入弟弟的世界了。 可不要出什么意外啊,村长为这事儿已经很苦恼了。 大家快看,飞羊羊成功了。 潇洒哥,我们马上就能来了。 大家快,快。 知道啦,飞羊羊,不用你催,我们比你还急呢。 我,我挖到,挖到那个…… 不就是挖到地洞了嘛。 哎呀,我挖到了地下的熔岩,马上就要喷射啦。 啊,怎么办,你得跑啦。 哎呀,怎么才能找到通往弟弟世界的路呢。 潇洒哥,蛋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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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灰太郎的阴离子球的 哦 这是我模仿灰太郎的阴离子球 自行研制出来的 威力还要比灰太郎的阴离子球强上十倍呢 哇 村长 拜托 地震啦 地震啦 老公救命啊 没有围墙的保护 阳村就如同不设防 小飞扬 我回叹了大王又来看你们啦 嘿嘿嘿 我会发生一天 嘿嘿嘿嘿嘿 各位小朋友 玩笑可不能开得太过分了 灰太狼 只要你答应交出阴离子球 我们就放你一马 阴离子球 莫非你们想 想什么 不用你来管 只要你交出阴离子球就行了 原来小肥羊 想用阴离子球去地理世界 好说嘛 我这就回家给你们拿去 怎么样啊 灰太狼 你吃错药了吗 你怎么会听小肥羊的话呢 老婆 你误会了 老婆 老婆 这个阴离子球是假的 这个嘛 只是个陷阱 真的阴离子球 可是放在我自己身上哦 老公 你可真是我的偶像啊 可恶的小肥羊 我灰太狼大王可不是好欺负的 你不就等着瞧吧 你不就等着瞧吧 奇怪了 我明明是与小肥羊们约好在这见面 怎么他们 坏了 难道小肥羊直接去我们家了 不要不要啊 我虽然是死的 你居然是死的 可恶的 那我不是与小肥羊们的 我虽然是死的 你居然是死的 我虽然是死的 还没有 客户的西洋洋 竟敢欺负到我家来 真是任务可忍啦 西洋洋 快跑 灰太狼来了 不行啊 还是没找到 让我再找一找 西洋洋 你给我出来 快点 出来 本蛋 你快拿东西砸它呀 还是老婆聪明啊 找不到我 气死你也回来了 看你怎么逃 西洋洋 危险 不要再晃来晃去的 西洋洋 我不会再让你躲得过去了 西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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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运离子球啊 龟太狼 我等到你了 嘿 老婆 快跑啊 不要啊 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再回到那个悲惨的地地世界了 救命啊 我一定会回来到西洋洋 我不会放过你的 啊 嗯 村長 麻煩你下次選擇一個有電子的地方角落吧 啊 这里的气氛好像和我们的想象不对呀 哦 依依 真假赛不假消息 走 咱们过去 看个明白 咱们还是不要随便走动 可能会有危险的 危险真的来了